你好 初一天 你好 魏大哥哥 我终于要开启我的一小时浪漫之旅了 我幻想就跟他一起玩 一起聊天 一起指着对方哈哈大笑 你要玩这个对不对 我想让我们一起玩的 像我们一起站起来那种 这个项目比较刺激 然后我想说大家有没有勇气一起挑战一下 你先站起来 然后我给你拍一张照片怎么样 如果你能站起来的话 可以 接下来就是我单独一个人挑战的时候 当我穿上那个鞋子 感受到它的喷力的时候 我就知道 完了 我的天哪 我一开始坏洒那种情景全都破碎了 全都是泡沫 全都是泡沫 我在水里摔的真的是搞吃屎一样 前摔后摔左摔右摔我都摔过了 还有什么浪漫一小时 绝对是看厨艺前丑太一小时 够有毅力的一次一次挑战 没事吧 他摔起我是有点小心疼 因为飞龙我真的是不敢玩 因为觉得很危险 后来当他玩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很勇敢 所以我觉得他很棒 很优秀 不行就算了 越错越勇 你越让我摔跤我越要站起来 然后我就是想尽办法要你越来越来站起来 为了去接我的训歌 徐田 小心 快回来吧 我怎么会傻不乐丘地选了这么一个项目 小心 谢谢 小心 作为一个淑女的思考 她到我的时候应该已经很疲惫了 那就还不如玩一个轻松愉快的 然后还是两个人在一起的 正好缓解一下疲惫 聊聊天 我今天算来职了 因为这些水上 我都在玩了 因为这些水上项目 我自己也不舍得花钱 我是真的没玩 我今天全玩了一片 他是一个很好交流的人 我们一上船 就已经开始打开画匣子了 所以我的权力是很大 相当来我两个人 但是竟然评委想淘汰你了 竟然想淘汰你了 我还蛮喜欢这种性格的男生的 我特别喜欢笑起来很阳光的男生 就感觉他一微笑心都要融化了 你喊什么 我们在上去那一刻我就有点怂了 小微小包松一点 我的天 你选的是什么鬼 降落伞撑起来的时候 我和魏大勋 我觉得我们心里都有点害怕了 就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 这个人最深的 那么尴尬 我也能过去 也别准备你了 好